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本土案例里面来讲话第一例 也正是这长达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本土案例 都没有产生的过程之中 惊天破功了 这个当然是在之前里面的一个外籍的机师 他传染出来的 我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台湾之所以在经济里面来讲话 可以在领先亚洲各个国家之中 当然跟我们的防疫是有功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把口罩戴好戴满 在这个时间点也要勤洗手 它是比较有效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谈到 台北股市它有四成以上的资金 今天的盘中高达五成以上的资金 它全部跑到了非电 不是非电不好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 很早的时间点 当整个一个非电的族群 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 慢慢在电子个股里面大涨的时候 把非电的族群 倾在口袋里面 含有原物料的一些的个股 含有因为疫苗的产生 而会受贿的个股 但是整个台北股市 你要了解到 他们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水位 它是没有办法容纳这么高的一个水位 所以在今天里面的台北股市就分成 两个阶段式的一个下沙 第一个阶段是来自于 涨多的钢铁人航海王 就是运输个股 跟所谓的钢铁个股 它开始震荡 反而是在昨天大家比较没有谈到的 像二线硕化个股里面呈现了一个上涨 那当然也跟原物料的上涨有关系 你可以发觉到在今天里面来讲 你看第一波的下沙 它就是由在之前里面领导的一些的个股 那随后第二波的下沙 这是来自于什么 这是来自于大家传出来 台湾有本土的案例 它产生的 那电子个股在第一波的下沙的时候 传产个股第一波的下沙 整个电子个股曾经试图要去做接棒 你来看2330的台积电 你就看得出来 它反而在传产个股下沙的时候 它有往上要试图攻坚 245市的联发科也是 在传产股下沙的时候 试图要去做攻坚 348亿的群创更不用说 在传产个股下沙的时候 它反而向上去创新高 那第二波的下沙就是来自于 在整个10点钟过后 也就10点半以后 开始要去召开临时的记者会 那也确定本土的案例的一个产生 所以造成市场上面的恐慌 产生了一个下沙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台北股市在近期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它在整个涨多之后 它是震荡难免的 尤其是融资的余额 我一直提醒观众朋友 当你的融资余额 你很高的时候 当然融资的增加不代表是一般观众朋友 你的融资的一个增加 大家业内跟主力很清楚 他买几张 你买几张 他也买融资 可是他扣掉他的 他就知道是你们的 他在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之中 就很清楚 所以昨天融资的暴增 有很多都是集中在非电的族群 他就是如此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第二波下沙的时候 船产 电子 大家纷纷兵败如三道 大株 小株 落玉盘 可是电子个股的下沙的力道跟幅度 因为短期中可能资金都集中在非电 电子下沙的力道上面 就不像船产这么的深 你可以发觉到船产震幅都非常的大 这是钢铁个股 这也是钢铁个股 它的振幅都很大 那运输个股也是 华航的振幅也相当的大 长龙航的振幅也相当的大 所以在今天里面 大家的股票都呈现了下沙 在这个时间点 你更要冷静下来 你要看清楚 你的个股 你的下沙带不带出量人潮 假设你的个股 它是下沙带出量人潮 创下近期最大量人潮 那请把鼠方的一个口诀 再度记住 一步二看三准备 就今天报大量的个股 你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在今天里面就要去注意 他能不能够去守住 大量区间的最低价 就明天能不能够量缩 去守住今天的最低价 举例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阳明有报巨量 并不是长龙 阳明有报巨量 他今天的最低点是17.8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之中把它放大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步 你如果要再去介入 你就必须要看它能够量缩 守住17.8 你再来做考虑 所有的传产个股都一样 同样的一个模式 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在今天的群创 在创新高的时候 接近15块钱我有调 我有调 但是我并不是看坏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它在股价创新高 15块钱是不是创新高 你可以发觉到 15块钱是创新高的 但它的KD指标 跟量人 它并没有同步创新高 所以台北股市的确不管传产个股 不管电子个股 它都围绕在涨价的题材 只是涨价的时间点不一样 也随着台北股市 在最近里面 整个融资里面的暴增 它一定要有洗盘的动作 这是你必须要去做接受的 所以我们才会之前告诉大家 你不要头重脚轻 什么叫不要头重脚轻 就是你之前可能买一张 买两张 你现在里面 你就不要变成买10张 20张 也就是说 你买多少的部位 持股比例 你现在就是多少的持股比例 不要去使用融资 这是你在乐观中带着谨慎 同样子在这个时间点 市场一片悲观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跟随整个市场 你还是要冷静下来 去看鼠方说的一些的事情 它有没有发生 一些比较属于出货的动作 就像台北股市在今天 这个到底算不算爆量式的长黑K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它的量并没有特别的大 它并没有特别的大 一句说在今天里面 有很多可能是当冲 砍出来的 还有一些是获利砍出来的 所以它的一个量能上面 并不是创下近期最大量能潮 所以你的一个所谓的防守价区里面 因为季线还是扣底道很低 它中线上面 它并不会走空 可是短线上面 我们必须要接受 它的涨多就是会震 就是会震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才会跟他讲 不管你会不会去创新高 都有是用区间相形的看待 它是比较好的 从月线以下到13722 大概就是这一次的防守区间 13722没有跌破之前 你不用过度的紧张 那就代表整个台北股市 它还是有活损 只是在传产个股里面来讲话 原物料有没有在涨 它事实是有在涨的 它事实是有在涨 只是它的一个筹码上面 它就乱掉 那乱掉的过程之中 你就必须让它筹码 去重新去做一些的沉淀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再来看 一个我刚刚谈到 筹码重新沉淀的 传产个股的机会 另外一个来自于 整个电子个股被资金排挤之后 有没有出现投资的价值 所以你的资金上面来讲的运用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时间点 我们在之前就说过 你的资金本来就是有限的 你本来就要去做一些的运用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台北股市 它真的在这一次很可惜 它在整个昨天 它的KT指标是有机会交叉向上的 但是今天这一根黑 它又使得它没有办法完成 它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如果你是做短的人 就是按照KT指标 它什么时候有效性的交叉向上 你才能够去做进场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一直强调 融资的增加 人气很旺 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在之前可能错过了台北股市 现在真的很着急 想要进来台北股市 但是我跟大家讲 着急不一定是对的 冷静 谨慎 乐观中带着谨慎 才一定是对的 从筹码面的一个角度上面的台北股市 它是资卷同增 多空的看法是分歧的 但是因为短线上面的涨多 整个新开户的进场 融资的进来 除非你的个股是资卷同增而加强 如果融资增加是降落 那一定代表筹码不好 不然的话就资减 卷增而加强 这个也代表筹码会好 资卷同增而加强 它代表是业内主力在里面 资减 卷增而加强 它可能代表是中始户 也代表是法人的一个筹码 它这个部分会是比较好 那传产个股已经两天的成交比重 它非常的高了 我并不是说传产个股不好 但是传产个股 也因为它成交比重太高 你知道它都是创下什么 传产个股我给大家看 这是钢铁个股 这是多少 多久 多久 多久以来的最大量 那你爆出这个最大量 你收在今天相对的低 你的低点 你就一定要守得住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站在原物料的个股之中 它其实有几个关键 钢铁个股 在最近铁矿砂的一个上涨 它们的报价是上涨 有低价库存 利差一定很大 一定很好 可是你不要忘记 台湾是岛国 台湾没有铁矿砂 当你的低价库存用完之后 那就要看你的报价 能不能够追过铁矿砂的一个涨幅 否则你的利差会缩小 你的利差会缩小 运输个股那就是看运价 它比较没有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运输个股一个看运价 一个看油价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一定要留意 电子个股一直强调是低阶的机会 而且你要分拼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传产个股你要让它筹码 稍微去做沉淀 这是在这个时间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不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点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觉得台北股市 一定是跟随着 所谓刚刚谈到 本土的一个案例吗 其实本土案例 14天我们就能够知道 能不能够阻绝它 或是能不能够控制它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 还是来自于全世界都涨很多了 就像整个英国 它说变种 变种的一个疫苗 造成它的扩散性很强 但是疫苗有没有效 疫苗还是有效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的扩散力很大 但是疫苗还是有效的 所以欧洲 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 苏格兰想要独立 英国可能要脱欧 它这个脱欧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可能是一种 决裂式的脱欧 这都会造成股市的动荡 美国是来自于它涨很多 你现在疏困案过关了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利多 你会怎么去做反应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全球的股市 其实都是要面临到什么 涨多上面的测试 所以在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到底要如何的 去做一些的看待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话 进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其实在目前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过 涨多震荡它是在所难免 涨多修正也是在所难免 所以你的策略的运用 是非常的重要 你要如何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随着股价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说它是一个响形 急涨急跌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勇气跟智慧 随着市场上面的起舞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你只有放眼2021年 你才有机会成为市场的赢家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 会针对传产个股 跟电子个股上面来讲话 帮大家一一的详细的 去做一些的解读 院里也正在彻查 刺杀事件的真相 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替天行动 你坏我大事 压入地牢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至十点 此次皮夸润口糖 庆余年 这个不一样哦 新的贵格奇牙子麦片 加厚50% 冰冲更脆好吃 温温喝很香融 恒星营养更加分 随身携带 贵格奇牙子麦片 永成国际投顾 笔直诚信 专业客户至少 理念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成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抵击硬软体设备 能够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经理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 永成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成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白兰含熊宝贝 辛香精华洗衣精 去除九十周重物质 添加天然精油 辛香更吃久 回收塑料瓶新上市 哇 打没了 骨质流失怎么办 有助盐黄骨流失 我推荐五十年的老牌子 铁牛硅肉 原料到底美国甲有的没的 国家认证才放心 经动物实验有助盐黄骨流失 铁牛养生 滋骨归录影 今天拍什么 石膏保湿松 那我怎么放个西瓜呢 这个部分是美术主题 我说过要性感吃话 那样性感吗 我 我性感啊 马上换掉 是 导演 那你等我 两个小时 两小时 Fu Panda 生鲜打货 从丝瓜到丝袜 生完种商品 马上点 马上到 导演 Fu Panda 不一样哦 我没做什么 要小心 年纪增长 肌肉流失快 我的贺安仪 补充蛋白质 促进肌肉生长 贺安仪 养好肌肉 行动更有力 众星云集的2021 新出现跨年晚会 有如网众 六王 OZ 东立火车 张涵亚等超强卡丝 都在新竹线陪你一起 浪漫竹线与你相见 2021新竹线跨年晚会 12月31日晚上7点 新出品中市新闻台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股市之中有时候 都会有些突发的一些消息 影响到一些的股价 就像面板个股也一样 其实在之前面 群创跟友达它都是同步的 随着整个NEG的一个跳电事件 我们就跟大家讲 15块钱以上的友达 你就不要去做追高 从NEG每一个公司 跟它拿货的比重而言 你应该要去留意的 是来自于群创 如果你当时候里面来讲话 你把友达的资金 移动一部分到群创的部分 你在今天里面 它创新高你是可以赚钱 甚至你可以去做一些的 调节的动作 因为来自于双背离 这就是说有时候股价 它还是会有在基本面上面的 一些的变化 整个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 我也没有等到 它整个一个原态跌下 才跟大家讲我出了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赚够了 我就出 主方从来没有想过 要卖到最高点 要买到最低点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赚够了 你要出都是可以的 我们也在事先里面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来自于面板 面板在当时候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友达董事长 他就说过 面板会两个最缺 一个本来就是N1G跳电之后 会缺玻璃机板 第二个他缺的就是IC 这个IC的部分 就是来自于驱动IC 驱动IC就是TDD 或是DDI的一个部分 驱动IC 驱动IC大家耳熟能详的 可能就是联永 或是在整个一个敦泰的身上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联永跟敦泰 他们的股价 短期中它的涨幅已经非常的大 3034的联永 我们在之前也做过 它的涨幅非常大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那你这个时间点 你反而可以去找寻的是 位阶比较低的 一样是驱动IC的一个细创 你看细创从我们跟大家讲说 到今天的创新高 已经到162.5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你自己看它的机器 它今天就算来到本坡的新高 它也才162.5 那整个这个时间已经确定的 就是驱动IC 既晶元代工 因为晶元代工要涨价 所以驱动IC也开始涨价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的营收跟第三季 第四季跟第三季 它是持平的 但是因为随着涨价 跟它的一个子公司叫身家的 它的获利进来 它的第三季的获利 有机会创下单季的历史的新高 那所以它在今年里面 就赚10块多 也不少 明年里面有机会赚14块钱 那这样的话 以IC设计公司来比 它的本益比 它就是相对性的 它是比较低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常常谈 记忆体要涨价 可是记忆体的涨价 就比较不一样 面板是第四季涨价 12月份涨价 明年因为玻璃基板再涨价 那低润的一个涨价是 现在合约价没有涨 它并没有涨 整个一个合约价 要到第一季才涨价 所以你的记忆体 你不能够一下子说 涨价你就跳进去 不是 你要高出低进 然后一直到什么 正式性的涨价 大约就是在第一季 所以你把所有的时间规划好 那对你而言 它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至于在运输个股 我们在之前来讲 会有讲过 如果华航跟长龙航来比 你要留意的是华航 现在不是讨论你 整个一个新冠状病毒 飞机会不会飞 飞机本来就不会飞 是货运机要飞 货运机要飞也不管你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里的台湾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疫情 货柜也不会管你 其实如果以运输 运输股像货柜个股 跟钢铁股的话 虽然整个货柜个股涨很多 但是本益比还是比较低的 它还是比较低 那如果说以货运的部分 长龙航跟华航来比 那我个人觉得第四季里面来看待 跟明年里面来看待 你应该注意的是来自于华航 华航的部分 当然华航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也下沙 我说在今天里面 大猪小猪都落一盘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它的下沙有量吗 它并没有更大量 再过来 它的成交量的 马奇诺尔的防线在这里 即将进入到它的防线 它的防线就是11.05到12.1 那我觉得在这个区间上面来讲 投资朋友还是可以留意的 因为我刚才有强调 大家都说天上飞的什么 华航没有在涨 所谓的客运 它在涨的就是货运 不管是未来里面 要所谓运送3C产品 或是你现在来看 未来里面来讲 要运送什么 跟疫苗相关的冷链 还有在运送一些的货物 这个都是货运 所以华航它在第四季的单季 有机会转营 有机会转营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一些的事情 那至于传产各国 我刚才已经讲 传产各国 钢铁各国也好 运输各国也好 运输分成货柜 货柜我们刚才看到 有些爆量像扬名 那守住今日的低点 量缩守住没事 钢铁各国你也看 假设有爆量的 只要守住今日的低点 那都称之为有效性的换手 那在今天里面 反而是我们在之前 跟大家讲的二线硕化个股 像台达化 它股价整理了很久 很久 今天曾经拉上了涨停板 当然随着大盘一路的下沙 它也打下来 那你就来观察 这一类型的个股 因为整个在这个时间点来讲话 1309的台达化 它是有几种产品 台达化的一个部分来讲话 你可以发觉到 它的产品在这里 不管是ABS的部分 或是PS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ABS的部分里面来讲 跟什么有关系 跟汽车 它是有关系的 它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最近里面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成本 它是来自于什么 SM SM的报价往下 那ABS跟PS的部分里面 它的报价往上 所以在最近里面 报价又往上 所以在今天里面 在打底了三个月的时间 它曾经创下近期的新高 那你就观察它在今天 因为它今天也不是报最大量 但是你可以观察 它能不能够有效性的守住 守住的话 再往上 尤其是在今天 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 一个台北股市在今天的融资 能不能够大减 融资如果能够大减 那杀伤率就能够减少 在今天这个量 如果融资又大增 那台北股市的整理的时间 它要延长 整理的修正跟时间 它就要延长 所以在今天的台北股市的关键 是融资能不能够减少个 20亿 30亿甚至50亿 如果能够去做减少的话 我觉得大盘 它是有帮助的 如果融资不可以去做减少的话 那你就要心理准备 这一次的整理的时间 它可能就要延长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就是要冷静下来 看台北股市在震荡 在修正的时候 哪些的个股 它的表现比较持稳 如果比较持稳 或是法人有持续买进的个股 那可能就代表有A咖 有大户在那里面 它对于下一波的攻击的力道上面 就有可能对于这一波里面的整理 相对比大盘强的个股 再带动上来 它会再带动上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一定要注意 我在今天里面强调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如果你做短的投资朋友 你就按照日KD去做操作 日KD没有有效性交叉向上之前 那你这个时间点 你就不用去做进场 这个时间点做进场的人 都是中线布局 用中线来保护短线 季线是保持向上的 它就是用中线来保护短线 那第二件事情 在今天里面的晚上 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融资的变化 融资的变化 至少要减少20亿到30亿以上 减少50亿更棒 否则如果融资再暴增 你就要心里面有个准备 它可能整理的时间 它是要去做延长的 第三个你要去做关注的 就是来自于在今天爆量的个股 它在明天能不能够 一步二三准备 看什么 看它的最低价 能不能够守得住 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那它就能够有效性的换手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面对上涨或下跌 你都需要一些勇气跟智慧 还有运用你的策略 放眼2021年 你才有机会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